关注美国财经动态 大家好 这里是美洲财经速递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 拜登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大企业影响力的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最快将在下周签署行政命令 指示各监督机关加强监管 由小数大公司掌握的企业 以限制大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力 拜登将签署这道行政命令 要求航空农业等产业的监管机关 重新思考法令制定程序 以促进竞争 并赋予消费者劳工以及供应商更多权利 以挑战重量级企业 白宫发言人指出 白宫仍未就这道行政命令做出最后决定 拜登在竞选总统时 请明确表态 将采取更多的措施 以限制由少数企业主宰整个产业的情况 接下来来看一条美联储最新的动态 美国经济的表现优于预期 加上最新出炉的数据与调查显示 劳动市场非常火热 可能促使美联储比原先的预期 还要提前缩减资产收购规模 美国ADP研究机构 6月30日发表的数据显示 美国民间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69.2万人 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增加60万人 显示劳动市场进一步复苏 美联储在6月中情的决策会议上 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准 并暗示可能会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准至2023年 决策官员还承诺将购买美国公债及MBS的规模 维持在每月1200亿元 一直到就业和通膨目标有显著进展 一起来关心华尔街看高国际油价的消息 原油价格在今年上半年飙涨于45% 目前正朝着每桶80美元迈进 部分华尔街分析师相信 原油市场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走高 美银甚至预测油价将在明年夏天重返100美金 国际标准的布兰特原油期货 二日盘中下跌0.11% 报每桶75.76美元 在今年截止6月底已涨于45% 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 盘中小跌0.1% 报每桶74.28美元 今年上半年涨于51.4% 布兰特原油期货在6月涨于8% 目前处于2018年10月以来的高点 再来看一条木材期货狂跌的相关消息 2010年惊人的木材泡沫已经破灭 在京春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幅反弹后 随着供应增加投机活动降低和建筑需求放缓 木材价格已经回落 6月份木材期货下跌42% 创1978年以来最差单月走势 2010年以来下跌超过13% 为2015年以来首见的上半年下跌 本周渴望连续第六周下跌 抵消2010年所有的涨幅 30日下跌5.2% 至每千板英尺718元左右 木材长达数月的涨势迅速逆转 是因为美国人在经济重新开放之后 再次出门度假 减少对住宅进行翻新和建筑 面对需求降温 许多担心持续通胀的人 也对价格的急剧下跌感到欣慰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美国房产市场的动态 因新冠疫情爆发而被推升 并逐步加剧的住房短缺情形 最近终于出现缓解 市场供应量增加 这有助于代购的买家 从长远来看 可能会让房市降温 根据最新数据 六月新屋挂牌数同比增加5.5% 较五月增加10.9% 在较大的城市中 新挂牌数量增幅最高的十大市场 比一年增加20%以上 新增挂牌数量增幅最多的城市 大多位于中西部 前三名依此为 米尔沃基 克里弗兰 以及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 房价最昂贵的加州圣河西 其新房源飙升41% 另一方面 最受欢迎的移居目的地迈阿密 新房源数量下降8% 其他南部城市 比如北卡罗乃纳州的罗利 和田纳西州的许维尔 也出现大幅下降 接下来来看一条 就业市场相关的动态 新冠疫情让很多人重新评估人生 尤其是在工作方面 就业网站monster.com 最新的报告显示 被称为大辞职的风暴中 高达95%的员工正考虑更换工作 92%的员工甚至愿意转行 寻找合适的职位 大多数认为 倦怠和缺乏成长机会 是推动这波变化的原因 根据劳工部的数据 光是4月就有400万人辞职 创下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 求职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劳工部门最新的统计显示 职位空缺的数量 达到创纪录的930万个 这些数据显示出 求职者想要试探性的 看看有什么其他选择 随着疫情的好转 重返办公室的规划也在增加 这也促使更多的员工 慎重考虑选择 根据报告 在面对350多位CEO 人事主管和财务负责人 进行的调查中 70%表示 计划最迟在秋天之前 让员工重返办公室 来关注 Walgreens上级获利超预期的消息 随着人们重新外出 Walgreens表示 民众开始拍摄护照照片 更新化妆品库存 并卷起袖子 准备接种新冠疫苗 这三个驱动销售的因素 导致该公司第三财季 获利高于预期 并调升今年财测 由于投资人担心疫苗 只是短期内提升销售 Walgreens的股价一日大跌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Walgreens的店面销售额 大幅下降 因为顾客化减购物流程 多半在网上或小型杂货店 购买日常用品 如洗发水和牙膏等 加上大多数民众 疫情期间都戴着口罩 因此基本上就掠过了 化妆品感冒和流感药物等产品 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 与期年同期相较 照片部门销售额增加54% 美容商品销售额增加约15% 实体店销售额成长近7% 购物量下绝约5% 不再像疫情危机时那样抢购库存 最后一起来关心股市的相关消息 华尔街下半年正式展开 投资人推升标普500指数上涨 并续创历史新高 标普指数上涨0.55% 22.44点 收4319.94点 为连续第六个交易日创下收盘记录 也是首次占上4300点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38% 131.02点 收34633.53点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中和指数上涨0.13% 18.42点 收14522.38点 此外 供应管理协会ISM6月制造业指数显示扩张 大致符合预期 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调高对经济成长的估计 随着经济从疫情中重新开放 价值型类股强劲轮动 小型股罗素2000指数上半年上涨于17% 然而 最近几周规模较小的公司和价值型类股似乎失去动力 而大型科技股则站稳回升 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